美国加州的房子,一向以宽敞或是奢华别墅闻名。 不过在旧金山湾区的一座小镇上,有栋被称为摩登原始人屋的房子。 因为外观太丑被邻居告上法院。 这栋摩登原始人屋的房子,在1970年代建成,圆筒的外形由混凝土打造。 奇特的外貌和鲜艳的色彩,让它成为当地最具标志性的地标。 从附近的高速公路,就能看见它的身影。 2017年被新房主买下后,小镇居民终于忍无可忍了。 因为新房主大肆改造了这栋房屋的前院。 它不但加盖了一片挡土墙,树道阶梯步道,铁栅栏大门。 还放置了多只七彩缤纷的大型恐龙雕塑,以及一些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大型原形装饰品。 不止如此,它还定制了一组写著摩登,原始人主角口头禅, 的大型自行装饰看板,放置在前院的草地上,完全将这栋房子当作摩登原始人的现实版。 由于房子造型特殊,让邻居无法忍受。 有人甚至说看了眼睛会痛,这些装饰简直是视觉伤害。 它不但没有申请改建许可,还完全没有遵守社群建筑标准。 当地管理委员会,将房主告上法院,要求房主限期改善。 管委会表示,这些院子内没设安全围栏,不知道这些恐龙雕像会不会掉下来。 因此以安全为理由,要求年底前先移除院子里的雕像。 否则将罚200美元。 不过这名该房子的房东,并不愿妥协。 讲完罚款后表示,他觉得恐龙粉美不会把他们搬走。 于洋洋。